大家好,这里是佛之园频道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五个属相人命吧 天生就是发财命 生肖马 他们是很有能力的 性格也十分刚毅 越是被看低 就越是有动力 不管是做事还是做人 他们都会考虑得很全面 而且他们的财运 也是非常的不错 工作稳固 家庭圆满 吉星庇佑 运势气势如虹 财运不断走高 大发横财 吸睛能力爆表 生肖狗 属狗人赚钱 就好像是家常编范一样的 不过对属狗人来说 在赚钱的同时 做好守财工作 才能让自己的财运最大化 赚钱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属狗人不能去随意地挥霍 而是应该合理地运用这些 来之不易的钱财 属狗人这一次只要学会了守财 那么自己的财富 会变得越来越多的 在未来的生活中 也不必过于担心了 属狗人 有助与生俱来的赚钱头脑 只要好好珍惜自己得来的一切 那么属狗人 就会得到更多的幸运 生肖猴 生肖属猴的人 不管是在事业上 还是财运上都是最出色的人 而且2023年 你们时来运转 是收获的最好时机 只要你们坚持自己的想法 那么未来的你们 一定是最好的开始 加上你们对于美好事物的肯定 贵人的助力 在财心入命的红卵之时 必定是你们 收获享受财富的宝贵时刻 生肖属 属属的人运势不一般 抽票大增 摆脱以前财运欠价 与旺财基本无缘的状态 等大运一到 就有财有福 喜事连连 而对于一部分生肖属的朋友来说 或许是极心引路桃花 一部分朋友桃花朵朵开 如果单身时间长的朋友 想尽快脱单 就应该多提升自己的谈吐和经济实力 生肖蛇 属蛇人进入下个月天生待财 财源滚滚 财源滚滚 属蛇人做事有时有重 为了自己心中的目标 不断前进 一帆风顺 所向披靡 直到达到目的为止 抓住机会大转特转 在好运不断的日子里顺风顺水 纳摩大慈大悲观 实应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风凤凶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敬 孝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年年有余 事事顺心 万寿无疆 真心祝愿诸位 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 加持和护佑 不同生肖女 有不同的魅力 越老越有福气 大家都说 女人的年龄是个谜 千万不要询问 一个女人的年龄 不过确实是这样 有的女人 并没有被岁月带走什么 反而越活越年轻 当你知道了 她们的真实年龄后 甚至会感到诧异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 越老越有魅力 财运大涨 生肖鸡 生肖鸡的女人 聪明好学 果断敏锐 嫁人之后 是持家的好手 精打细算 力求收支平衡 有耐心 细心 是个贤妻良母 兼顾事业的同时 也能把家庭打理的 井井有条 生了儿子 事业会更上一层楼 财运锦上添花 生了女儿 会成为她福气的源泉 娶了生肖鸡的男人 非常幸运 一生福气不断 生肖鸡 生肖鸡的女生 是性情和顺的人 待人友善 真诚 也真心实意地 为别人助想 也很少会跟别人动怒发火 可是个知书达理的人呢 生肖鸡的女生端庄大方 虽不是倾国倾城的容貌 却也是耐看得很 而且生肖鸡的女生 也有这样的好福气 能遇到带自己好的人 她们也是越宠越美的女生呢 生肖鸡 生肖鸡的女人 也性格非常温柔可爱 她们就连说话都是轻言细语 从来不会对别人大呼小叫 更加不会对别人 有任何的歪思邪念 由此善良生肖鸢的女人 也天生是福气的代表 她们生在富裕之家 长大后同样 也能够找个门当户对的人结婚 虽然生活当中 偶尔会受到人的欺负 但是她们的福气 会远远地盖过这些不幸 生肖鸡 生肖鸡的女人 微胖享福 享不尽 夫君心疼 孩子孝敬 生肖使鸡的女人 睿智而又聪明 她们在遇到大事的时候 历来都不会慌张 而是选择 曾记和沉住地去面临 并且在最短的时间内 找出最为适宜的办法去处理 因而她们会给人带来一种 十分淡练的印象 周身也总可以散售回清凉的气质 生肖鸡 生肖鸡的女人 她们心地善良 大气有风度 无论是各种艰难的生活 命运坎坷 都能平静 助积极的心态转归为安 善良的心态 让老天非常眷顾她们 逐渐平静自己的努力 让自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收获满满 她们会逐渐 取得让别人羡慕的成功 从而让老公更加喜欢她们 子女也会是她们为榜样 努力学习 努力奋斗 纳摩大慈大悲观 世音菩萨 保佑诸位 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凶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进 笑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年年有余 世事顺兴 万寿无疆 真心祝愿诸位 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留下自己的心愿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 自立等人 大愿就可以实现